我們接下來有另外一個實驗 叫做把一些東東跟我們的氧化酮共熱 我做這個實驗是要去檢驗這個東東裡面有沒有氫有沒有碳 那我去加氧化酮是要幹嘛 我加氧化酮是要提供人家氧的 我要把氧給人家 請問你在反應中把氧給人家叫做什麼玩意兒 氧化劑 把氧給人家叫做氧化劑 所以在這裡氧化酮是當作氧化劑 是當氧化劑我把它氧給人家 那我剛剛講過說我做這個實驗是想要了解它有沒有碳有沒有氫 我怎麼知道它有沒有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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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知道它有沒有氫 就是產物拿來處理一下 第一個是把它加熱出來的氣力產物通入澄清水水 所以你還記得澄清水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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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嗎 二氧化碳 如果涼它會發現什麼事情 如果白色穩弱 白色沉澱 所以如果會活著是它是誰 二氧化碳 那因為我加了氧變成二氧化碳 表示我有碳 表示我有碳 所以讓它產生二氧化碳就表示我有碳 那我怎麼知道有沒有氫 氧加氫會變成誰 水對不對 所以我如果知道它有水我就知道它有氫 那我用誰來檢驗水 綠化雅菇是 有水什麼顏色 粉紅色 沒有水什麼顏色 藍色 所以拿藍色的應該會試它變粉紅色 紅色 我說它有誰 有水 這邊有誰 這邊有 這邊有 氫 好 我藉著檢查產物知道有碳跟氫 有二氧化碳所以知道有碳 有水知道有氫 我們以前教過如何知道有二氧化碳 我以前教過如何知道它有水 如何知道它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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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你可以根據所謂原子說 然後知道它有碳跟氫 什麼都可以 你就知道 這就是我們的做法 那麼這個實驗這樣做完之後 然後 我不知道裡面有沒有氧 為什麼不知道裡面有沒有氧 因為氧化銅就有氧 它可能全部的氧都來自氧化銅 它可能全部的氧化銅都來自氧化銅 所以我不能夠知道裡面到底有沒有氧 還有這個實驗還有一個注意事項 當你把這個實驗做完的時候 你的實驗做完以後 做完以後 東西要拆掉的時候 要先把導管蟲拔出來 再把火源移開 為什麼 因為你在加熱的時候 壓力大 東西氣體就灌過去 等你把火源移開會變冷 壓力會變小 這時候可能外面的氣壓大 就把它死灰水怎樣 壓回來 倒流回氏管中 倒流回氏管中 一 污染藥品 二 本來熱熱的 碰到冷的容易會 裂掉 破裂掉 所以 我們要 先把橡皮管拿出來 再把火源移開 這個是考試會問你的 實驗操縱步驟 操縱步驟 所以 這就是 我們 來 我怎麼知道 有碳 因為產生二氧化碳 我怎麼知道 有氫 因為產生水 那我怎麼知道 有二氧化碳 通路成氫 所以水 我怎麼知道 有水 綠化雅菇 是水 這個實驗 不能夠知道 有氧 因為氧化銅就有氧 這個實驗做完之後 先把導管拿出來 再移開火源 這就是 這個實驗 我們所需要注意的事情 OK